ASGS 关于应用的 看看这个故事说什么 Hot Air Balloon 第一分钟它就会上升了30m 然后随后的分钟 似乎是越升越快的 对不起 它一路会升一路会升 似乎是越升越慢 越升越慢才对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应用来的 那就要小心了 要小心的就是 如果你想把它写成为 如果你想把它写成为 你的写法要很小心的 好了 它给了的资料 后三分钟它的高度就是 52.5 那这条算式你会怎么写 而如果A part是要你计R 等一会 我写着 30乘R 然后三减一次方等于52.5 你说一次 30乘R 然后三减一次方等于52.5 即是这个 是的 好 好 你 头三行 其实这个题目你明白吗 都明白的 绿色那句呢 嗯 即是它头一分钟就是升了 即是 咦 等等 即它每一分钟就是 升的 即是升的那个 Meter就是前一分钟的 R times 即是再乘0点几 那我想问 譬如 第二分钟它的高度应该是多少 咦 不是哦 应该是30R 第二分钟它的高度是多少 嗯 52.5再减30R 哈哈 我 我想回一条题目 你的理解上面的问题 原先 T多月0的时间 它就是在地下嘛 然后一分钟之后 它是不是上升了30m 粉红色那句话是不是这么说 是 是 那我想问 第二 即是 第一分钟去第二分钟 它会上升多少 嗯 30R 这个是上升的 是吧 是 是 好了 然后第二分钟去第三分钟 它会上升多少 30R 二次 是吧 而现在我在最右手 最左手边写的那些是它 不同的分钟的那个time interval里面 它会上升多少 是吧 嗯 而现在它说 after三分钟 它就会到52.5m 所以Apart的公式 应该是这三个数箱加的 就会等于52.5 你不理解为什么这条页会是这样 OK啊 那你不理解为什么是关于Sequence的事 因为它每一分钟都是很稳定的 都是成R times 增加 其实这一边呢 其实是S3来的 这里是S3来的 它是一个GS 但是它这个GS呢 它说的是它上升多少 而现在我们的52.5呢 是它最终的高度 所以就是这些上升的 就是上升多少的总和 那就是S 就是Sum of First End Terms OK 那当然啦 如果你列到蓝色那条页 其实你可以当它是Cortetic 这样做的 你可以当它是Cortetic 这样做 行不行 OK 是啦 那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当它是Cortetic 这样做 你就会按一下 就会按到两个R的数值出来 可以帮我按一下 0.5和-1.5 是啦 那我想-1.5是要reject 这个你应该可以 是可以 那原因一来就是因为绿色那里 第三项它对于R是有少少指引的 就说是0.1中间 就是正的数 那似乎-1.5就不是这个范围 那其余的0.5呢 就是它要的 那所以A part答案似乎就是这个 行不行 OK OK 好了 而B part 它就问 那原来 那我们讲一个题目 它的意思 原来呢 那个Hot Air Balloon 它一直这样上升 其实没错 它一直这样上升的 但是它每一分钟上升的 就是那个高度呢 就是上升多少 其实就会是前一分钟上升的一半 0.5 是这样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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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意思 那B part就问 其实它这样一路上升 会不会是去到75m高 那你要知道呢 它正常不会无止境地上升的 它不会无止境地上升的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那时候还在说回程度 我们讲到Sum to Infinity 讲到Paradox的这件事 有没有印象 好像是 而那次我问你 知不知道是什么Paradox 其实你是知道的 是 就是未必是说数学上面的Paradox 你是知道可能是 philosophy里面的Paradox 是什么意思 OK 好了 而这一条数据 其实我们可能是会考虑Sum to Infinity 又或者 那我们未必是这样写 那我们可能写 它那个高度 其实是不是就是30加30R 加30R二次 一路加 那它必定就会比Sum to Infinity 这个你明白为什么 就算 after 某一个 就是 after N Minutes 之后 其实它都会小过 第二行那个数 因为第二行那个是无限大 不是 第二行那个是Sum to Infinity 哦 就是 你有限项的商家 就必定小过无限项的商家 因为现在很明显 它上面的一项 每一项都是正数 有限项的商家 就必定小过无限项的商家 OK 而我们计到R是0.5 你计算数机 其实这个会是60m 行不行 那条式就是 Sum to Infinity 如果你保证 这个Sequence 所有Terms 都是正数的话 那你说的是没错的 好吗 其实那个写法 是否应该写了SN 是等于多少 再算Sum of Infinity 是多少 这个就是SN 这个就是SN 因为这里好像 一开始就写了它是小过 因为上面 因为现在我框住的 全部Terms 都是正数来的 是 那就小过Sum to Infinity 就是有限项的总和 就会小过无限项的总和 你明不明现在那个 Hot Air Balloon 是不断向上升的 明白 虽然它上升的幅度 可能会越来越小的 但是似乎它一定是 不断向上升的 是吧 那所以 我框住那里 就是 他 after某个minutes之后 去那个高度是多少 某个minutes之后 可能是100minutes 1000minutes 或者100minutes 但是我再下面那一行 就是说 你理论上 当有无限那么多时间 它会去到多高 是 那所以就会有 这两条式的关系 就是 但是我没有能够这么写 Some of Infinity 继续之后 继续之后 就说 因为它小过75 所以就不行 因为我看了第一行 好像 第一行是否要写 就是30加30R 那我只可以说 如果你这一行 不懂得写 那你就 skip 就 skip了 但是一定是会有 被靠分风险的 蛤 是啊 OK 如果我叫你写 那你是不是可以写到呢 如果你写到 你就可以写 OK 明白的意思嗎 就是 你的意思是下面那一行 你会容易写 是吧 是吧 是 其实B part的题目 其实我们很容易 就会联想到 Some of Infinity 那所以 如果你觉得 直接写到二行 你是容易一点的 那你就写到二行 OK 那所以就 那我想问 是不是就是 蓝色那行 就是第一行 其实它不等于 橙色的 Some of Infinity 不等于 它有大小的关系 不等于 的 那它那个 那它那个等于 60米 那那个60米 就是指那个 Some of Infinity 是啊 好不可以 OK 真的 OK 即原先 你就要 原先的题目 就想我们 计算它 某一刻的高度 那就是蓝色那条公式 然后我就说 其实它 某一刻的高度 就必定会小 过 Sum of Infinity 那就是橙色那里 而用Sum of Infinity 那条公式 计算出来 就是60的 那所以就是 我给你无限时间 你都最多 顶楼去到60米 那小时候 你叫我比较的 那75米 那小时候 你叫我比较的 好 好 那就去到C part 去到C part C part 它就不是问你 会不会去到57米 那么高 它就问你 它需时多久 去到57米 那么高 那我们有 刚才A part 的那个经验 After three minutes 就有三个项商量 那么我们现在上 After n minutes 那么它的次方 是不是应该去到 N-1 或者条式 After n minutes 条式应该是这样的 左边为什么 是这样写 你行不行 OK 就是Sum of GS 是的 就是我们有A part 的那个兵验 这条式 其实就是 Hight after three minutes 是不是 如果这个要写公式 其实是不是就是这样 刚才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们当 contracted去做 所以我们C part 就懂得你 左上角条式 那你就放心 其实R是0.5 是 行不行 如果是你可不可以 告诉我 R的N次方 其实是多少 就是0.5 的N次方 其实是多少 等于 等于0.05 是的 0.05 好了 那我要计算N 下一步我会怎么做 嗯 可以将那个 右手边 转回 0.5 就是Base 转回0.5 然后看它的次方 会是多少 好 看看这个题目 看看这个题目 Correct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s 所以C part 最终答案 应该是很难的数 所以你刚刚说 是 有没有其他想法 用lock 没错 既然你想找次方 即既然你的unown 是一个次方 那我们应该是用lock 的 会不会可以告诉我 那条损息是如何 lock 0.05 再over lock 0.05 2 1 1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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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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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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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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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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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真的不记得 好像没有 但是他有跟我们走过很多MC 嗯 是 是的 你都还可以的 尤其是之前简单的那些都懂的 到后来我记得有题是 不知道是2024年 接着那题MC 我要做了几时才会做 不过就都走过了 即是已经过了 还是我们都要说 都过了 ok 是 2024年那一条我都不记得是怎么样 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 好像很多东西都忘记了 所以就 是的 金堂上主要都先找一些 ok 好 看看第五题 那似乎是投资 是不是 那他就不是一不过的 他呢 他呢 是每年都会扔X那么多钱到银行 每年在年头 就是1月1日 他都会扔一块钱去银行 就做投资 sorry 你刚刚说2024 你肯定是2024 一不就2024 一不就2023 2024一条很容易 那应该不是 是吗 2023那一条 好 你继续看题目 那其实他放在银行 当然有利息的了 那银行就说 fixed interest rate 5%pa compound yearly 那就好了 compound yearly 那也温少少compound interest 那我们看到compound yearly 就应该有一个数字 弹出来就是1 你明不明白 什么叫做有个数字弹出来是1 如果是compound quarterly 我们在路里面弹出来的数字 就是4 这个你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OK 明白是什么意思 好了 而他粉红色那里 还可以写多一点点东西 其实他就有个growth factor 他每年有个growth factor 就应该是1加5% 这个你可不可以 OK OK 好了 A part 他就叫我们show that at the end of end year 就是since2010 就是 如果那个end是1的 就是第一年尾 2010年之后的一年的尾 他就会有这么多钱的意思 OK 我想问如果那个end是1 其实他放了多少钱 到银行 嗯 就是end是1的话 即是他一年之内 就是2010年后的一年 在the end of first year since2010 而我问你的是 他就是放了多少钱 进银行 我暂时没想到的就是 他第一年放了x 然后第二年就是放了x 然后他1加5% 那么多钱 OK 那你也说得对的 就是at the end of first year 那他放了一块钱而已 而那一块钱就有growth 那就growth了一次 是 是 那如果at the end of second year 那第一块的这一块钱呢 其实就会再growth多一次 是 而然之后 另外第二块的x就growth了一次 是 这个你可不可以 OK 那如果是第三年呢 那就类似是这个 应该都理解 我一开始以为第一年不用计interest 你要小心 因为他是at the end的 他现在公式那里是at the end的 是 所以年头摆年尾的时间 就已经计算了一次息 OK 所以这三行都可以 OK 所以in general at 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year 那是不是应该就有N9 去做个成法 是 你看一下 不过待会有些特别东西 之前上次都试过的 那其实这题真的就是at the end 那样计算 是吧 是的 好了 这里有多少个term 是不是应该是end term 是 好了 所以呢 这个答案 你要搞清楚 你要小心 上次我们试过的 我们会当这个叫做first term 我们会当最后的是first term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 那个r就会是1.05 如果你当这个是first term 你的r就很肉酸的 就是1.05的-1次方 为什么是-1 因为如果这个是first term 你要去到下一个term 去到1.05的次方 哦 是的 其实你用红色做 你用绿色做 做到答案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你用绿色做 是会麻烦很多的 OK 所以我们是会用红色的方法去做 这个是经常会见的 而如果是呢 我们就会写成为这样 这个是first term 然后呢 1.05 n term 就是n次方 那这个可不可以 可以 然后我们要化解去到最终答案 只不过是 这两个数要除一除 按计算机 1.05除1.05-1 是不是21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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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21x 乘回后面的括号 那它和A part的答案 是完全一样的 OK 这个可不可以 可以 而这一条题目是很常见的 这个题目其实是很常见的 所以其实到如果你 你下次再预认 真的和这个是一样的话 其实前面这些我们未必需要写的 前面这几行是给我们自己看的 你可以一开始就已经写 或者是要你计算的 即是the amount at 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year 等于 那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 你n年尾 其实就是有n的年头 那就是有n架x 那就会写到右手边 那一条算式 就列到息 而不需要重新开始写紫色的那些部分 比如这一条 我们刚刚就当然说了一个完整做法 但是如果你认识的时间 你完成不了 那我们都总会尽量写一些东西 希望拿到步骤分 但是就算你A part 完全写不了东西都好 我们都应该继续看B part 因为A part 其实我们知道它 做完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所以大机会就是B part 可以直接要用它的结果 那你看看B part 他说他买了一件股东 售价价是57500 当Abbin所谓启动了 投资计计划的时间 而其实这个股东的 价值每年会增加5% OK 原来他是想存钱买的 想存钱买这件这样的股东 那他就问了原来他当初 就是存钱 打算买的时间 他就每年决定存1.3元进去 当然那个offer的回报就是 刚才题目说或者A part 计出来的那一个 他就问他在哪一年 他就终于够钱买 原来这就是bill来的 这样的意思 你明不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bill是57000 然后他每一年就会升值5% 接着之后就 Edmond就是他之前存在银行的钱 原来他的x是13000 对了 起码你会知道这个是x OK 那他问at the end of which year 也很明显你会知道 其实这一条式我们是要找个n 对不对 也很明显b part其实是要找n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 列条关于n的equation也好 in equality也好 而是关于n的 这个没问题了是不是 好了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写的 就是把a part的答案 就写回去左手边 你看明不明是这样了 左手边 而右手边 suppose就是 这只股董标 在某一个时间点的价值 原来他也是要成1.05的n次方 这个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1.05不是他升的那个价值 他每年升值5% 所以他的币的价值是会不断上涨 而他的growth factor也是1.05的 因为n就是at the end of which year 所以at the end of first year 似乎他已经增值了一次 为什么他旁边的57,000那条息 他不用写那个 那个at the end的 不用写什么at the end 不是 他不用写 sn的词 不需要 因为 因为币的价值 币的价值 币的价值 但是他13000 13000他扔了药杆次 他每年都会扔一次 OK 可以 而中间的不等好 应该是大个等于 行不行 OK 可以 如果写等于行不行呢 写等于呢 那个意思不是那么对的 OK 写等于那个意思不是那么对的 OK 好不可以 我们有的钱必须要大个等于 我们将bill 那才是够钱买的 那我们不一定要求是等于的 你可能 就是 你 没有人说你有的钱要洗 洗光的 刚好 你可以剩下一点 那就大个等于 你暂时等于呢 那个意思不是那么对的 OK 好不可以 好了 那我们会发觉呢 我们这条 in equality 其实有两个地方是有n的 而好彩的呢 就是 大家都是1.05的n次方 那好彩的原因就是 其实这一条 我们可以直接按program b1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将 1.05的n次方 看成为是一个完整的 未知数的话呢 我们就这样按计数机就已经可以了 明不明白什么意思 OK 那你试一下 试一下而已 就告诉我 如果给你按 你会按到1.05的n次方 是左边的 我们的所谓未知数 那右边是什么呢 不知道怎么按啊 这里 但是我刚才应该按错机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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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按 就是你觉得你是懂得按的 是吧 咦 为什么他说我max error 你是按b1 其实应该是这样按的 你看一下对不对 哦 我按了1.05 然后那个answer次方解释 不行不行 你要搞清楚 program b1 只是用来solve linear 那这一条很明显不是linear equation 本身 我们是唯有将1.05的n次方 整个看成为一个未知数 那它才可以看成为linear 大线 就是这个是一个按机技巧 如果不是你就要自己做的 咦 为什么 原来是爛数 是爛数 其实它不是爛数 它是一个分数 哦 是的 546 over 431 对不对 是是是 其实你这样看以为是一个爛数 但是是一个rational number 好了 而你有没有留意 你按program b1的时间 第一个数应该是正数来的 所以最终不等好 是不需要倒转 这个行不行 OK 这个签案你要记住的 因为其实我们用program b1 来solve linear inequality 其实是经常会做的 不过未必是好像这一条 很多时候是很简单的 譬如paper one的a1题目 都会有的嘛 就是linear inequality 那所以你用program b1去做 都要小心第一个出来 答案正政府 先要知道最终那行答案不等好 需不需要倒转 好了 那个n应该是怎么样 为什么 是不是又是用lock算呢 没错 同样 那个n我们的未知数 都是在次方上面 那你要找他 就是用lock 如果要写算式 应该就是这样的 按出来应该是 4.847 是的 好了 那你猜我们答他at the end of 哪一年他才够钱呢 第五年 at the end of fifth year at the end of fifth year 那这个数 那他就够钱买了 第一次够钱买了 OK 这个行不行 OK 但其实这个数字作得不是那么好的 不过又不是的 sorry 又不可以这么说 算了 行不行 就是其实他五年 就是你at the end of fifth year 就是他扔了五够钱下去了 那其实就是他扔了六万五元下去 那但是其实当然了 他价值就会比原先的那一标 价值五万七千五百为高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标同时间都会升值的 OK 那所以原来在第五年的尾 他就会第一次够钱买了 明白吗 OK 而好像B part的这些运算呢 你是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们是真的会这样做 就是在sequence的这一两方 我们真的要做这些运算 其实是不少见的 OK 我们看第八题 跟我们今天看过的上面 刚刚那题其实都很类似的 不过这条是更加难 更加设合实际的环境的 你看一看 冯先生就mortgage 你知道什么是mortgage 忘记了 mortgage loan 置业的贷款 供楼 OK 那他就问银行借钱 买楼 那条loan是三百十万 他问银行借这个钱 OK 那他哪时借的呢 就是一二年的一日一日借的 之后就开始计利息 那他 银行给一个offer是怎么样呢 每年计一次 sorry at the end of each month 那其实呢 转个说法呢 就是compound monthly 这个行不行 OK sorry 他下面就有写了 那为什么他要这么 那么离开的说到 所以at the end of each month 其实不用的 6%PA 就是年利率 好了 那你既然是monthly 我们脑里面弹出来的数 是不是12 是不是 哦 是 那所以你那个growth factor 就是你欠他的钱 就每计利息的时间 就会有增加的 因为你会成了那个growth factor 那个growth factor应该是 1加6%除12 这个你理不理解 理不理解 OK 所以就是1.005%来的 那个growth factor 好了 而完之后呢 12年的1月开始呢 他就会 在每个月尾呢 就还回P那么多钱给银行 这句说话其实他说得很贵的 12年的1月他就开始还钱 但是他什么时候还呢 他是在月尾才还的 还要是before interest is calculated 这个跟实际的操作有点分别的 通常呢 是先计利息再还钱 但是现在他这句说话就说呢 他似乎是先还钱 银行再计利息 是不是 那这个你小心了 因为他说得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就跟他这个规则去做 如果他没有说呢 其实suppose就是银行先计利息 再给我们还钱的 行不行 是 好了 那我们就做A1 他就叫我们 A1就很简单地 计过outstanding balance 在2月1日 那我问你 outstanding balance outstanding balance outstanding balance 就是说 首先他还完钱 银行再计利息 做完这两个动作之后 他还欠银行多少钱 OK 就叫做outstanding balance 这个行不行 这个意思是某一个时间点 2月1日 他还欠银行多少钱 就叫做outstanding balance OK 好了 那既然是这样 他是不是先还钱 银行再计利息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原先就是360万 银行说明 先给你还钱 之后再计利息 那所以呢 就成了这个 OK 这个 行不行 而这里呢 这个可以 是不是 可以 这里我们是会做一些 就是我们会承开 可以的 那变成为这个 很肉酸的数 成不成 可以 算了 不成了 不过 现在我写这一部 你可以 然后我们再写一部 就写这一部 这个行不行 OK 这个就是A1部分 答案 好了 完之后到A2部分 你看一看A2部分 没有啊 都是跟刚才上一两题很类似 是不是就是at the end of nth month 所以其实A1的那个 就是at the end of 多少个月呢 是不是应该是1个月呢 哪一个 1个月呢 A1的那个问题 哦哦 是 是吗 是 你先等一等 sorry OK 好了 如果你真的将这一条式 的N代1 你化解完 就会等于这个答案 如果你尝试的话 就是这样试来做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就要查一查 自己对于那个题目的认识 是不是正确 行不行 好了 但是我们做A2的时间 这个比较困难的 坦白说 我们是会用这一条式的 我们会用第二行 而不会用第三行的 OK 而在做之前呢 我想写多一些东西给你看 我想写3月尾 就是刚才A1就是2月尾 sorry 刚才A1去问他 就是outstanding balance on2月1号 那其实就是1月尾 即是at the end of first month 我想写一写3月1号 的outstanding balance 也就是at the end of second month 其实outstanding balance 会是多少 那呢 其实我们是不是就是 这个数 就是橙色highlight了一个 再减多一个p 再乘回那个growth factor 是不是 明明我知识不醒了些什么 一般的 橙色那个就是一月头 或者sorry 橙色那一块 就是A1的答案 就是2月1号的outstanding balance 那去到2月尾的时间 他就会先还钱 那你把橙色那个 再减多一个p 然后这一块数 再计算 就乘回1.005 只不过重复再做多一次A1做过的事情 OK 可以 而如果我化检的话 现在我用其他颜色笔写的意思就是 现在是我们尝试 想一想 或者模拟的那个过程 化检就是这样 可以吗 OK OK 那我们会留意到些什么呢 我们会留意到 这个是2的时间 这里是2 然后这里也是2 而这个尾呢 每一次都是这个 所以 A2的颜色 我们会猜是怎么写呢 A2以为是写什么颜色呢 at the end of end month 所以 第一个 应该是 N次方的这里 然后 后面有很多颜色 这些 而最后一颜色 就是这个 这颜色应该是这样的 只不过我们怎么可以把这颜色 化到去到A2的答案 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难明白呢 这里 是 好 那我会说 如果是 我们不如 skip A2 不要说 OK 但是我们B 继续说 因为A2 其实我们不完成它 我们可以仍然用A2的结果来做 好吗 OK 真心是难明白的 真的 又或者 就算你明白 其实运算也不是很容易做的 OK 就算你明白了 其实运算 之后运算 其实不容易做 不要紧 我们继续看B part 只不过我们有个准备 我们是要用A2 这个结果的 就是N个月之后的月尾 好 那冯先生 他就在那儿还这个 Mortgage loan 是不是 那他就说了 他怎么还钱呢 其实他是想 刚刚还完整三十年之后 就还了一笔钱 所以最终的那期 就未必那么凹凹陷 未必那么凹凹陷 就是都是还P这么多钱的 正常最终的那期 就是还少一点点的 这个很正常的 这个你理不理解他什么意思 OK 你理不理解他什么意思 他希望12年1月1日 打后的30年之后 刚刚好30年之后 那就是某一年的12月尾 OK 就刚刚还了钱 但是他最终的那期 即是12月那期 还款就未必是P那么多钱 应该就少过P那么多钱的 就是可能 货易三铢每个月还2万的 最终的那期可能还1万 鬆一点或者什么 就未必还2万的意思 这个你理不理解 OK 实际操作也真的是这样的 好了 那他就想问 如果他想做到这么绝的话 就是刚刚30年 10月最终的那一期 就是还了整个数据 之后那一年的1月1日 就是完全没有钱 那究竟他每个月要还多少钱 是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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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 即是在哪个月 我问你 是N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30乘12 那你说30乘12 那你说30乘12 那你的数据是如何 是很大 不是 如果这样是outstanding balance 就是你想想 都是想带到A2 那他计算是outstanding balance 那你计算是outstanding balance 那你觉得outstanding balance 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你代个N是30乘12的话 应该是小过0的 是 哦 我以为是小过P 如果你小过P 都可以的 如果你小过P 其实就应该是30乘12减1 哦 是 算出来的答案应该是一样的 OK 那不如用你这个 30乘12减1 5应该是359 那把N代到A2的答案 就考虑这个数据小过P 而你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 是吧 那正常都应该明白 是吧 因为你自己说的 嗯 是的 那 我最初一次 而这一条 我们要解释的是P 这个可不可以按program 我猜可以 可以 是可以 那你试一下 按一按 但是意思可能360 其实可能我刚刚的说法 会比较适合 不过不要紧 你试试按一下 P是 等一下 大过21476 那它参加到10 所以最终答案 我们应该是答21480 是吧 你给我一些时间 因为我想按多一次 就按360 就是那个N 但是右手边我就想是小过0 明不明白的意思 我可以了 答案 其实真的完全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是0 就是你有一个方法 因为最终 我是当360 就是多给一个月的P钱 但是你应该给特了 那就小过0 就是outstanding balance 更小过0 就是什么意思 你还特钱给它 OK 那就放心了 我两次全按了 就是359 现在你看到最下面的息 按了 答案是最低的 然后360 我按了 而息就是小过0 都是这个数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B1的答案就是 其实如果你是想做到这么绝 你每个月就还21480 就可以了 行不行 OK 好了 而B2 就说 其实不行 原来他还不了这么多钱的 他只是每个月 最多可以还200元而已 那就问如果是这样 那他要多久 Number of years 那才可以还完整笔钱 但是他问的是Number of years 而他说明是correct to nearest integer OK 那所以呢 我们都是用N来做的 我们一开始都是用N来做 那 就直接 将A1 那个答案 sorry A2的答案 就抄下来 而B呢 今次就已经代了2万 我想你应该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列 那跟什么数比呢 那我们今次可能跟0去比 那跟P比都没问题的 OK 那不如跟0比吧 如果我说整条息是大 过300万那条数 可以吗 360万 不会 因为我们A2 那是outstanding balance OK 360万是本金来的 而A2那是我们不断有还钱 那个数其实是 正常就必定是比360万小的 因为是有还钱的 对吗 你只要还的钱是 掌握了 那个月的利息 那你就 那本金会越来越小的 如果 outstanding balance 其实就是某个时间 那本金来的 为什么它掌握了 那个利息 就数会越来越小呢 因为你掌握了那个利息 就是原先的利息 就是增加了多少 就是增加了多少 那如果你还的钱是 多个利息 那其实多了那部分 就扣了到本金那里 那本金就越来越少 但是那个本金不是 那个数是不会变的吗 compound interest 每一次算利息的时间 本金都是会变的 simple interest 本金才不变的 这个是中三的 如果是compound interest 每一次算利息 就是看你的outstanding balance 是多少 就拿那个数来作为 principle 是 OK OK 好了 而同样 今次如果我们可以 将这一块 看成为一个完整的未知数 我们直接可以按program的 你看一下 但是这里写错了 这个不是p 这个是2万 那我按计数机 直接按program 其实我都知道 这一条数是 难 就是比较难去理解的 但是 都要试试的 真心 但应该按 哇 我没有按错机 我猜有 应该不会是按 我想我按错机 不过你可以照先按 我按 对了 都是按到9.57多 哦 sorry sorry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了 如果再按 结果N就应该大 400多 那没有问题 这个是400多个月而已 不是400多年 是 害怕自己 所以除了12 所以大约应该是38年 因为这个是Number of month OK 400500多个月 那如果用我刚才的经验呢 其实都不知道是451 还是400 就是不知道是452 还是453 那不要紧 其实你correct the nearest integer 它都是要38年的 那么久了吗 喂 原先它还21,000多 都要还完整的30年 那你只可以还 你每月只可以还到2万 那你还38年很正常的 也是 是的 正常的工流 就是工15年 或者20年 很多年前 已经工25年 或者30年了 哇 说明是AS 而今天我们还没做过 就是Sum of 即是First End Terms of AS 那他就说 他说 这个AS 它的第一个 不-negative term是多少 sorry 其实这个和Sum 是没有关系的 是第一课 好了 那对于第十题 它的第一课 它的第一课 是不是-1 981 它的 common difference 是多少 加8 加9 是吧 咦 等等 是9 加9 好了 所以很容易 你就会写到 nth term 那我提到 a加n 加d 而现在这一题 他问First Non Negative Terms 而这一堂 这一堂很明显全部都是n 来的 只不过这些是哪一个 对的意思 所以很简单 你把这些n 代回去 左手哪一条色 就可以了 看看哪一个 按出来 是一个正数 或者不是0的数 那原来呢 那原来呢 就应该是222的 就是答案应该是d 如果你按221呢 答案还是-1的 就是222的term 对应 sequence的那个term是-1 它仍然是一个负数 它 non negative 起码是0 或者正 那所以是222 它就会是8 那就是第一个所谓non negative的数 你觉得行不行 OK OK 好了 那第3一条 仍然都是AS 那他告诉你 这一句说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那first term 当然我们是不知道 人家就是叫我们找个first term 那但是呢 蓝色highlight了那句呢 那意思就是说 common difference 我们是知道多少的 common difference 应该是 本身应该是 后面那个 减前面那个 那所以应该是-3 这个你 可不可以 OK 可以是不是 好了 而如果是 我们对于下面那一句 下面的 我想问是有多少个数商家 下面 A10加到A18 有多少个数商家 9个? 对了 小心了 不是18-10 是18-10加1 是9个数的 好 那所以呢 原来我们可以这样裂式的 你看看这样裂式的 可以不可以 明明这样裂式是怎么来的 明明这条式是怎么来的 我知道它是那个sn 但是我正在看 应该都是2A再加个什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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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用A加L 哦 A就是第一条式 但是现在看上一条 第一条是A10 所以我写成为A加9D OK 最后一条是A18 那就是A加17D 所以淺蓝色的条式 为什么这样裂式 可以吗 OK 那之后下一步 你明明是怎么出来的 D代负3 对了 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看到的负3 如果是这样 我们最底的一行 已经可以按program B1 或者代数 都没问题 你试试给我按一按 看看答案会是多少 A会是多少 55 所以就是optionA 可以 OK 好 我们再看第12题 因为都有一点很特别 它这次给你这个expression 就已经是sum of first n 这个其实是sn 那你记住 原来s1 就是t1 s1 就是first term 所以如果代回去 原来first term是-13 这个你明白不明白 OK 这个你明白 是不是 好了 其实我们很想找到d 因为你如果是as 你找到first term 找到common difference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 你都会计算到的 好了 而这里你要很小心 我们s2 那当然是代式 下回去给我们那条式去计算 而已 而s2 算到是-22 按计算机 而已 而原来s2 其实就是t1加t2 好了 而t1我们知道是-13 而再多一部 其实就是-13加-13加d 就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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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范 1 都 是-15